接下來要跟各位交的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 就是你應該要會寫的東西 然後裡面有一個均衡性就是重點 就是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 把我們參加反應的東西用我們的化學式表示 大家讓一些簡單的符號連接出來 來表達這個化學反應是如何發生的 從什麼東西變成什麼東西 這樣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 因為它很像數學的方程式 所以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 或者叫化學反應式方程式隨便你 這有個例子叫做氫加上氮會變成氨 這是一個例子 好 這個例子告訴我下面這個叫做氫跟氮化合成氨 所以這個符號的意思就是氫和氮化合成氨 那麼這個箭頭表示反應的方向 表示氫加氮箭頭變成氨 如果把箭頭相反就變成氨分解成氫跟氮 氨變成氫跟氮 所以箭號箭頭表示我反應的方向 然後呢我們的箭頭的尾巴 尾巴這邊我們稱之為所謂的反應物 箭頭的頭那邊有箭號那邊 我們就稱之為生成物 如果反應物或者生成物不幾個 只有加號相加 所以這裡寫的是3H2加N2 叫N2 N2叫做氫和氮 反應變成氨 所以一個反應物一個生成物 然後呢上面有個數目字3、2 叫做均衡係數 如果係數代表有三個氫會生成兩個氨 他就代表三個兩個 叫均衡係數 如果係數一的時候就省略不寫 我們跟大家科學家跟大家一樣說 很多的能省則省 所以這個裡面有結算是一個淡的意思 一個淡的意思 所以叫均衡係數是個重點 均衡係數的觀念是重點 我們到後面再說 然後呢就是這個均衡係數 就代表它的個數也就是莫爾數 代表是個數或莫爾數 所以均衡係數代表講說 三個氫加一個氮會生成兩個氨 或者是三莫爾的氫加一莫爾的氮 變成兩莫爾的氨 莫爾這件事情 我們是後面會再跟這位提的 雖然是負寫應該就知道了 但是負寫就知道後面那一題 那如果它全部都是氣體 像這個說全部都是氣體 那麼在同溫同壓下的話 它也可以表示體積 代表是三公升的氫氣加一公升的氮氣 會產生兩公升的氨氣 什麼叫氨氣 所以它代表體積 這是根據雅伯家絕講說來的 那麼這樣可以證明是三個加一個會變成兩個 三莫爾加一莫爾變成兩莫爾 三公升加一公升變成兩公升 剛剛跟你講過的事情 它代表的是均衡係數代表個數代表莫數 也代表同溫同壓下的氣體的體積 只有氣體才能夠用其他不行 氣體的體積 OK 那麼均衡係數它不是質量 它代表的是三個三莫 莫不是質量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質量 就是我們後面要交的 必須要乘以原質量或者是分質量 它才會變成質量 會扯到質量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要交質量守恒 左邊的質量等於右邊的質量 反應物質量等於深層物質量 那麼箭頭的上下會標出一些反應的條件或反應的方法 比如說這裡寫個鐵 是要用鐵粉當催化劑 下面寫200度C400大氣壓 是要你在200度C400大氣壓的情況下作用 有人會用一個三角形表是要加熱 用中文寫個電解法 所以反正是箭頭的上下 表達反應所需要使用的方法 或是條件或是催化劑把它表示出來 那麼這個符號在國中很少會出現 國中很少會出現 著名一些東西 箭頭向上表示生存氣體 箭頭向下表示產生沉澱 寫個G表示出來的是氣體 寫個L代表出來真的是E體 寫個S代表產生的是固體 寫個AQ代表產生的是水溶液 這個在國中很少出現 很少出現 但是你知道這樣可以 但尤其前兩個比較會出現 箭頭向上跟箭頭向下 比較會出現 OK 發覺反應方程是要根據事實 有實驗的結果來做 不可以隨便猜 不可以隨便猜 輕加氧變二氧化碳 什麼都不可以 或者是碳加氧變成三氧化碳 你也不用這回事 所以要根據事實 不可以隨便指定反應物生存物 什麼都不能 反正要是實驗的結果是如何 你就要寫成如何 要根據實驗的結果來寫 會變成C加氏 反應的方向 反應的結果 但是看不出反應的快慢 但是看不出反應的快慢 不知道反應速率 反正看不出反應速率